明年台股有一個大家都還沒有發現的大上級 是什麼 我敢保證喔 我敢肯定 99%的人都會把它換掉 哇 對不起 讓大家錯過漲停辦了 因為我們這次拍影片的時間是12月2號 講快充IC這個題材 那沒想到講完之後股價就一路開始狂奔 不過我認為接下來的產業前景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請大家繼續看下去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團 我是Sandy 歡迎Joh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hn 最近真的是不得了耶 台股每天都在創新高啊 但是現階段到底該怎麼懸固啊John 好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是不是有很多類股都一直在走高 但是你不可能去追一直在創高的股票 比如說 創高不敢追 應該不是說不能去吹創高的股票 而是說已經漲一大段 比如說我們不可能去追180塊的南電嘛 我們也不太可能去買到多少 42塊的連電 這些題材都是我們之前先講 那並不是說不會繼續漲 大家要聽清楚我說的話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買這麼已經漲這麼多的股票之後 雖然它還有可能會繼續漲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當它題材有點消失 有點淡掉的時候 你去追高 那它可能回檔幅度 如果來到10% 20% 就以我們之前南電來說 我們很看好南電 南電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南電的守護者 但是南電它從140塊回檔了多少下來 多少 它回檔到了100出頭 105塊110塊的位置 這時候守護者怎麼想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堅定的信念 或是你買到比較高的點的話 你真的回檔一下 你有可能會抱不住 就被洗掉了 那你反而出來 那現在還漲了那個780%上去到180幾塊 所以我在這個階段還是建議 大家如果你要去追高 不如等拉回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你不如去選一些 比較安全的 明年題材才會起飛 目前還算是比較低檔的題材 重點來了 明年哪個題材一定會起飛 那我們之前講過嘛 就ABF載板 這個一定會好 就我們之前講過南電 然後像是CIS的金像光 然後還有精彩 還有像是碳化系提起來的太極嘛 那太極我們講的時候 也才14塊左右的位置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們整個產業的趨勢 一定要講在市場之前 講在市場之前 對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題材就是 快速充電 那快速充電其實我在之前 有一集遊戲機的時候講過 那我問一下大家 你現在是不是還在用5瓦的充電頭 在充電 我就是 就是你Apple手機 如果你從0%充到100%的話 現在應該也是要花2個小時 到3個小時的時間 差不多 這是5瓦的充電頭 但大家要記得 現在 然後不管大陸 小米 OPPO 他們的現在充電的功率 已經差不多到了多少 100瓦 他們從 差我們差很多耶 記得喔 他們從0%充到100% 只需要多久的時間 35分鐘 太快了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次蘋果 沒有再付一般的5瓦的充電頭 對 因為他希望你去買什麼 快速充電的充電頭 快充頭 但是什麼 他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他不願付給你 有點像是Costdown的感覺 所以大家要注意 當你沒有充電頭的時候 明年的題材 你會去更換充電頭 對 這個要特別去做留意的動作 但是現在快充的規格 真的是超級多 超級複雜 他們未來會不會改善啊 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快速充電 這個還是必爭之地 像是OPPO 三星啊 高通 蘋果 其他都有自己快充的標準 所以你去外面買充電頭 你會看到 奇怪充電頭上面怎麼會有兩個孔 對 一個是PD 一個是QC 那QC其實就是高通自己的標準 那PD呢 就是USBIF協會 他出來就是要統整這一切 因為我們已經不希望就是 大家記得之前手機充電器 每個頭都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協會呢 也出來規定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一樣 我們現在快充就是要統一一個標準 就是Type-C的接頭 他就是要符合PD快充這個水準 統一規格 對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平板啊 或是你的手機啊 你以後不用出門 不用帶這麼多充電頭了 他就會統一一個充電頭 所以停下來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所以當所有規格都統一的時候 你的充電頭會不會換 一定會換 對啊 你現在不管你是不是5瓦啦 5瓦你覺得你充三個小時 也OK 我很隨便也OK 但是當你的筆電啊 當你的平板啊 當你的手機啊 都統一規格是用Type-C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一定要換充電頭 所以我敢跟大家說 2021年是快充的元年 快充這個元件呢 在2021年的時候會大幅度爆發 所以我們來看 到底對台廠有多大的影響 我們先看第一家浴邦 大家都知道充電頭裡面 有所謂的固態電容 它全部都會更換成浴邦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浴邦的法說會 他說什麼 充電頭裡面的固態電容 目前只佔營收的9% 但明年會成長到18% 其實不只兩倍的空間啊 因為它還有其他的營收也繼續增加 所以看起來是成長一倍 但其實我算出來應該是成長2.5倍 或是3倍這麼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 浴邦其實是受惠充電頭 蠻大的一家公司 那再來是最重要的 PDIC三雄 講PDIC好像太複雜 就是快充IC的意思 他們可以看到充電頭兩端 它有一次側的IC 那個就是所謂通家在做的 那通家做的就是電流 當你電流一開始過電區 非常大手 它一定要化成小電壓 那這個就是一定要用通家的3588 這個一次側的IC 是第一邊控制電流 那第二邊是誰 維權電 維權電這家公司就是 它通家過了電流之後 它後面有一個要穩定電流的東西 這個就是維權電在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兩家公司 在快充充電頭起來的時候 這兩家公司的營收都漸漸的在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去做一下功課 看一下財報 那第三家公司呢就是4961的天鈺 那我們剛剛說的都是交流電轉直流電 那我們來講一個直流電轉直流電的 就是DC圖DC這一端 這一端呢是在手機那一端會放的 也就是天鈺的PDIC 所以我們統整一下快充這個步驟呢 你在充電頭必須要一次測通家 跟二次測維權電 那在手機那一端呢 就必須要放上天鈺的PDIC晶片 所以大家如果你去看的話 好像都是快充IC 好像都是PMIC 電源管理IC 但其實他們是不同的用途 那基本上這三家公司呢 跟玉邦總共四家 這四家明年快充商機一起來 都有機會繼續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會大爆發 那其實這四家公司今天時間不夠啊 我們下集會再好好來介紹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在下方幫我們按讚 是感謝專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也別忘了加入專的LINE 和Telegram喔 財經直通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